在菜园里玩游戏 阳光一如往常 穿过树梢 洒落在菜园泥土地上 老师带着一群孩子 来到菜园 浇水器拿好哟 装好水的小朋友 可以先去喂蔬菜喝水 好 白萝卜长大了耶 哦 老师 这里有蝴蝶 蝴蝶也来跟我们一起玩呀 孩子们在菜园里浇水 喝过水的蔬菜 在阳光下 变得更加闪亮 有精神 浇完水 孩子们开始在菜园里玩游戏 哇 这里有只炸猛妈妈 背着小宝宝出来玩哦 大家快来看 小声一点啦 不然会把他们吓跑 真的耶 真的耶 阿米喜欢在菜园里 东摸摸 西摸摸地寻找味道 小鸡 你猜这是什么味道 闻起来凉凉的 是薄荷吗 不是 是蝴蝶最爱的繁星花哟 闻味道这个新发现 很快地传开来 大家开始玩搓叶子 闻味道的游戏 有番茄味的是香腹籽 有巴勒味的是鬼蒸草 有薄荷味的是繁星花 巧克力味的是薯葱草 葡萄味的是良耳草 孩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 记录菜园里的味道 我们来玩醋姜草拔河游戏吧 好啊 看谁厉害 另一边 小鸡正在挖土 要种红萝卜给小兔子 嘿哟 嘿哟 你们看 我挖出一整棵醋姜草耶 小鸡是大力士 有个孩子 发现地上有一只慌乱的蚯蚓 大家围了过来 蚯蚓把自己的身体切成两段 他看我们就像大巨人一样 因为很害怕 才会把身体切断 他可能是想要赶快逃跑 才会这样 为了不再让蚯蚓受惊吓 小鸡松土的动作 变得更加小心 大家集合 要准备采收小白菜咯 好 采收时 记得要将小白菜连根拔起哦 啊 有虫 好恶心 不要怕 因为我们种的菜好吃 没有农药 菜虫才会来吃啊 原来如此 我们和菜虫一起享受蔬菜大餐吧 小朋友 要准备回教室咯 听到老师的呼唤 大家自动在水龙头前排队 冲洗脚丫 在暖暖的阳光下 晒晒冰凉的脚丫 真舒服 孩子们已经开始期盼下一次的菜园游戏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